一次次丢出证明弹 在空中亮起光光 空军两架F-51战斗机 22号下午失势坠海 无论风雨多大 军方持续进行搜救 海空同步不放过蛛丝马鸡 这起失势造成中尉罗尚化殉职 另外一名上尉潘颖针下落不明 事发最后无线电也曝光 下午2点30分 四架F-51从制航基地起飞 前往屏东加东靶场 执行炸射训练 回程途中3点06分 疑似在空中发生擦撞坠海 雷达光点最后消失在距离屏东 旭海与港1.4里海域 两架战机上的两名飞官 当下疑似一个人跳伞 一个人没跳 3点22分 国防部立刻派遣空海 同步搜救 那具人员伞的确仍然在飞机员的身上 为什么会造成人员的伤重殉职 伞聚在身上但人却殉职 搜救时找到的弹射座椅 晚间中科院人员到场检视 军方也派人带回座椅和降落伞 据了解当时4架战斗机 以4指编队飞行 一般而言2号机为10指 4号机为小指 怎么会发生碰撞 也将详细调查 已经下了天安特检的命令 警戒地面 对应当前空情的地面警戒 还有必要的作战任务飞机之外 其他的训练和演习通通暂停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失事 救命的弹射座椅 为何没能保住弟兄 如今全力搜救 就希望能尽快找到攀影追上位 记者综合报道